基督徒若不是世界上最喜乐的人 那我们就没有比别人更高一个层次 灵性的享受了 如果基督徒不是最喜乐的人 那基督徒就没有办法 说我们的成圣已经进到了感情的范围里面了 感谢上帝 基督徒应当是喜乐的 虽然喜乐的人不是没有困难 喜乐的人不是没有灾难 喜乐的人不是没有天灾人祸 喜乐的人不是没有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的喜乐是与世人的快乐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喜乐的本质是从天而来的 从神给我们新的地位而来的 从基督为我们使得的救恩赦罪的平安而来的 是从圣灵给我们重生新生命而来的 是从因为神的道 所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的这个盼望而来的 所以基督徒的喜乐 是从神旨意中间 宝座中间赐下的喜乐 我们的感兴趣